南無科第1隻 接下來看39 39頁 所以這邊有寫一個 White Band Frequency Modulation 那我們之前是什麼呢 Narrow Band Narrow Band 就是 我們這邊講到Beta很小的時候就是Narrowband的情況 是Narrowband或是Wideband是跟Beta有關的 Beta的詞有關 Beta很大的話就是Wideband的一個情況 這邊有提到這個 什麼是Narrowband什麼是Wideband的定義 我們前面講的Narrowband 我們接下來要講Wideband的東西 我們這裡還是假設我們的訊號N是什麼 是這個AMcos2πFmT這樣的一個訊號 注意Fm這個頻率是比較小的頻率 比Fcd消很多 因為這是訊號 我們現在假設的訊號是一個cos波 這是為了簡單分析而這樣假設的 不是真的情況 真實的話我們不會送一個cos波 我們會送其他的波形 OK 我們送的訊號是cos波 頻率是Fm的 然後得到Fm的波形 就等於這個波形 這前面有講過對不對 對不對 當你的送進來的訊號 低頻訊號是AMcos2πFmT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一個Fm的波形 就是ACcos2πFmT加βsin2πFmT 這個看過對不對 前面看過 講完了 在前面這邊講過了 這個地方 有沒有 31已經講過了 當然就是看β 因為這個β是個變數 可以調整 所以由這個β來決定 你是Wideband或是Narrowband 寬頻或是窄頻 這個訊號呢 這個方法是可以改寫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高頻的訊號對不對 這是一個高頻的訊號 因為Fm被調變到高頻的位置去了 那它就等於一個低頻上一個高頻 還記得嗎 我講過的東西 標準的視理 一個canonic representation 有沒有 所以我們在那個時候 教的那些東西 不是沒有用的 這邊用的到了 它就變成AC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跟exponation有關 這個Z2πFmT 加上Zβsin2πFmT 這一項的 這是cos 可算是它的什麼 是它的這個 它的exponation取這個十步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只是把它用exponation表示 然後再取十步 然後這一塊呢 又可以把它拆成兩個部分 我們把exponation可以拆出來 因為這是exponationa加b 它可以變成exponationa乘上exponationb 對不對 所以exponation2πFcd這個部分 Z2πFcd 這項就在這裡 這是高頻 高頻的東西 然後乘上這個 剩下的這塊是什麼 sT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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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什麼呢 是低頻的成份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雖然這個s sTeter 就是等於AC exponation 因為這是低頻的 剛剛講過 Fm這個部分 是低頻的 低頻的一個頻率 對不對 D的頻率 好 跟信號有關的部分 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這樣的一個表示 前面講過的 在複裂轉換的後面 我們也講過這個東西 這邊就用的到了 對不對 事實上 這個東西用的到這樣不只這裡 後面還有機會會遇到 那 這個是很好用的一個工具 再提醒大家 這個一定要熟練 那 這個式子呢 是AC Exponation 然後括號 這邊它的次方是 z β sin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 周期性函數 是不是 這是一個 周期性函數 OK 什麼是周期性函數的定義 你們自己知道 那個訊號系統 或是公數 如果搞不清楚的話 這個我沒有 我們不必要在這邊講 這個是該懂的東西 那既然它是一個周期性函數 它能做什麼呢 複裂極速的展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它 用複裂complex的 複裂極速的 複裂極速 把它展開 那它的基頻就是什麼 Fm 對不對 那 科本 Appendex2 這個地方 也有討論到 複裂極速的展開這個東西 那這個 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等於 summation cn 這是一個負數 對不對 乘上exponition 這2π nfmt 這是它的斜坡 對不對 這是它的斜坡 那這個cn 就可以帶這個公司 它就是一個 其中的一個周期 把它积出來 就得到cn 那cn 那cn就把這個 信號這個帶進來 然後乘上exponition 負這2π nfmt 等於這樣子 對不對 那就變這個樣子 那我們 令x等於2π fmt 那你就可以得到cn 這個cn 這個cn 就等於什麼呢 ac over 2π 然後積分 負拍到π exponition 這一項 那這一項呢 就可以簡化成ac乘上zn over beta 什麼叫做zn over beta呢 就是一個 D類的什麼 n階的這個 bassel function 你有沒有聽過bassel function 空數一定叫過 有沒有 有沒有 bassel function 沒有聽過 人家翻成bassel 凡數 中文叫bassel ok 公數有些東西 其實是先教你 你還不知道 為什麼要學這個東西 其實你慢慢 當你電機讀到後面 就知道 原來公數教這些東西 都用得到的 ok 不是用不到什麼 你有沒有聽過李建德 黃神士 有沒有 電視血就用得到 你有沒有修電視血 沒有 你有沒有修過 那東西都用得到 不是用不到 我沒騙你 公數看起來很多 那麼多 學那麼多幹什麼 其實我跟你講 大部分都用得到 我沒騙你 ok 你們公數修完了嗎 還是還在修 所以我們課排為積分 這塊排公數 這時候都是有道理的 對不對 你公數沒讀好 你電機的東西怎麼讀 讀工程我讀 不然怎麼叫工程數學 就是工程要用的 解決工程的問題要用的 ok 那這個ZN 那你們不用擔心 它就是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剛好它 它就可以靠進來 變成ZN of β 因為它可以 它有畫素曲線在這裡 這可以查表 查出來的 所以你不用去計算 它會提供你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都查得出來 甚至於 它都有一些數值表 ok 而且我們在這邊 往下看 其實我們的內容 其實並不會用到 它那麼深層的 那麼複雜的內容 你最後應用就可以了 ok 知道這些定義也就夠了 其實 ok 好 因此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個 把這個帶進去 有沒有 這一項 CN等於這個 那你帶回來 原來這個地方 這裡有沒有 CN就帶進來這裡 所以就得到這個 這個 S of T的Hitter 它就等於這個 AC Summation ZN of β Exponition 這些東西 ok 那S of T呢 是它的什麼呢 是 對這個取什麼呢 取十步 取十步嘛 這邊 是不是 對不對 有沒有 對它取十步 對這個取十步 對不對 那你這個已經得到了 那乘上這個 Exponition 這一項 對它取十步 就等於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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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一個 結果 就等於這個 對不對 所以S of T就得到了 它的 我上次講過 複裂 不是 這個Fm 是什麼樣的 是線性還是非線性的 非線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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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的 你的訊號常常在 在口聲裡面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是非線性的 非線性呢 非線性呢 導致它的 評補的分析 多麼容易 很複雜 很難考慮 它這邊就知道 雖然是雖然是雖然 我認為不難 但是你們剛開始看 看起來很恐怖對不對 一堆這些 什麼beta 什麼東西都出來了 OK 但最後可以看到 它得到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式子 在這裡 這個 這個 這個S of T 可以轉成這個樣子 對 它本來是 本來是 本來是 這個樣子 那你經過一些 手續 稍微調整一下 它並沒有 東西沒有改掉 它只是經過一些 數學的運算 調整一下 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你看這個樣子 你看這個樣子 你好不好 好不好畫平譜 好不好畫 好不好畫 你看這個 S of T 的平譜 它是不是一個 它有很多 cos 然後這邊有一個n n從 負線到正五線打 它這個是一個常數 事實上這個 zm beta是一個常數 這個東西是跟 beta的值 也跟n 跟n的值有關 反正就是大大小小的一堆數字 那這個樣子 是cos2πfc 加nfm t 這個 負列轉換好不好找 好不好找 很好找啊 不是嗎 cos就變成2分之ac delta f-fc-nfm 然後這邊是 加上delta f加fc t加nfm 是不是 對不對 這邊很容易找它的 負列轉換 不然你這個 負列轉換你怎麼找 你怎麼找 你可以找得出 它負列轉換嗎 直接從這個式子 找得出來嗎 可以嗎 可不可以 你是 cos裡面不但有fc 還有beta sin在裡面 有沒有搞清楚 這邊有sin在裡面 cos裡面還有個sin在裡面 這個不一樣 這個是變成cos裡面是什麼 都是頻率 這邊都是頻率啊 沒有sin在裡面 是不是 ok 所以這個東西畫出來 就可以長 大概就長這種樣子 這一類的 因為它是一堆cos的集合 不是嗎 這不是都cos嗎 cos然後這邊 變負列轉換 這邊都是delta嗎 是不是 它就是一堆delta 高高低低的delta的集合 左右對稱 對著fc對稱 對著fc對稱 這這邊被我畫出來 ok 那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那貝舟風行呢 它也畫在那個 你書的後面的附路2這邊有 就是長這個樣子 ok 就是jnβ 這是y軸 x軸的話就跟β有關 ok 那你看看 β等於0的時候 β等於0的時候 那就是這個 z0 那n等於0的時候 就在這個地方 那β很小的時候 你看 β很小的時候 這個區有沒有 這個地方 很小 很小 這樣很小 你看那個z1β 或是z2β怎麼樣 都很小都接近0 對不對 是不是 它的直歪軸這裡 從這邊對過來 對不對 那你當你β 越來越大的時候 才慢慢有 會有一些值上去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說 對於很小的β來講 z0 我們β 趨近1 然後z1 我的β 大概等於2分之β 然後呢 當n大2的時候 這個zn 我的β就已經 幾乎等於0了 對小的β而言 就是指這個 這個很小的β 這個範圍 這個值都很低 都接近0 這個值很低 接待都很低 有沒有 y走的值都很小 對不對 當β很小的時候 就是指什麼情況 就是指窄屏 Narrow變碼 另外一個呢 它有一個 一個 一個性值是這樣 Zn overβ 等於 關號 就-1的n字方 z-nβ 就是說 z1跟z-1呢 z1跟z-1呢 兩個之間有什麼關係 就看你這個n是偶數 或是奇數 這個地方是什麼 奇數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變負值 就是說z 這個z1 一個是1 一個-1 那這兩個呢 當這個n等於1 的時候呢 那這兩個值是怎樣 就差一個負號 對不對 當n等於偶數的時候呢 比如z2 z-2 這個-2 那麼這個 這個地方就變成正1 只要是偶數像 這兩個值就會一樣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OK 它有這個性值 另外一個性值是 summation Zn β的平方 就是說這個東西 把summation加起來 從n 從負線道到正五線道 它的值是等於1 而這是它的性值 你們自己去看那個附路 或是看那個公數 這樣我就不再去證明了 我是告訴你這些東西可以應用 OK 注意這個軸是β 這個軸是 zn over β 這是第一類的 Basal function 它 根據不同的order order是0 0 1 2 3 4 這些東西 就是 n n是order n就是這個n Force of kind 第一類 那Basal function 還有很多類 我們這碰到是delay OK 好 好 所以我們可以再過來觀察一下 Fm的性量它的 頻譜 可以看出它的頻譜是怎樣呢 是一個 載波的成分 還有無限多個side frequencies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當這個n等於0的時候 這邊因為n是五五線大到正五線大 中間有一項是n等於0 對不對 那n等於0的時候這一項當然沒有啦 對不對 後面這個n就變0了 那Basal function 另外一個是delta f-fc 另外一個是delta f-fc 對不對 那代表什麼意思 不是cos4嗎 是不是 所以說 為什麼說它呢 consists of a carrier component 就是指這個 carrier component 就是指那個n等於0的時候 然後有無限度 infinite set of side frequencies 什麼叫side frequencies 就是n不等於0 那些都叫做side frequencies 就是我們來看這個圖 這條線是f-c 這個 那旁邊這些小的 這個比較矮的 當然不一定f-c一定是最大的 我只是告訴你 以這個來看的話 中間這點是f-c 這邊只畫右邊 注意只畫右邊 那左右是對稱的 OK 那旁邊這些 它左右這些是什麼 叫做side frequencies 它旁邊的這些 那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像 這個n不等於0的這些 所 delta這些東西 所構成的 那些side frequencies OK 很多不同的頻率成分 對不對 只是有的強度高 有的強度錯 就不一樣 大家會不一樣 因為 它們的指會跟著哪個變化 會跟著這個 z和beta 不同的n 不同的n 這個指會不一樣 對不對 OK 會高高低低的 好 然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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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ated symmetrically on either side of the carrier at the frequency separation of nfm 好 這個每個的距離 兩個之間的距離 都是什麼呢 這個每一根之間的距離 都是一個fm 對不對 好 因為這個 看這個公司就曉得嘛 對不對 這樣每個都差一個 一個fm的距離 對不對 的一個頻率的距離 OK 好 那它們對著這個 對著這個呢 左右是對稱的 OK 這邊講的 這些side frequencies 它located symmetrically 對稱這個 頻率的這個 頻率的這個 OK 這邊講的 它located symmetrically 頻率的這個 OK 在這個兩邊 它們是對稱的 OK 好 那注意呢 z10有個beta 跟z1有個beta 呢 哦 當beta很小的時候 0.1 0.2的時候 類似這種 這種 這麼大小的時候 beta很小 的時候 你只需要考慮z10 beta 跟z1有個beta 這兩項就可以 因為我們看到 這邊有提到 對small的beta n大2 以後就不要考慮了 只考慮這兩個 因為其他已經差不多等於0了 很小 在這個位置 這個高度 幾乎去近於0 當beta很小的時候 那當然就只有 就只有怎樣呢 一根這個z1波的 在旁邊還有各一根 對不對 因為z1波就是z0 那一項 那這個旁邊這兩個 就是z1 是不是 z1有關了 ok 那這時候是屬於 nearroband的情況 nearroband的情況 ok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說 這一個 總共只有三根 右邊三根 左邊三根 右邊的話 這個是fc 然後這根是fc加fm fc加fm 對不對 這邊是載平一樣 就是載平的情況 這是fc 然後這fc加fm 這是fc-fm 另外一個 這是0 好 這邊是兩倍的 這是 這是 narroband的fm ok 就是這樣子 這時候 過來一點 要對稱 對稱 ok 有沒有問題到這裡 沒有 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 這個載坡的 這個 成分呢 它的這個 政府呢 是跟z0beta有關 因為 n等於0代表 主要是beta的函數 所以 它是跟這個有關的 Dependent is dependent on the modulation index beta beta等於什麼 deltaf比上fm 是不是 還記得嗎 這個定義 是跟deltaf除以fm這個數字有關的 ok 好 好 那這個fm的信號呢 它的m-log呢 是一個constant 我講過 對不對 它的 它的這個 脫風呢 是一個平的 因為它是 這邊大概是平的 對不對 m-log 是一個constant 那跟beta有關 對不對 因為你看這個 這邊很清楚 它跟這個beta有關 對不對 ok 的一個 一個fm的波形 那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這邊是cos 那前面也是zm-beta summation 那它的power呢 它的average power就是p等於2分之1ac平方 我們現在講的power是對1歐姆的電阻來講 它的average power就是p等於2分之1ac平方 ok 好 那另外就是average power呢 也可以用這個表示2分之1ac平方summation n等於負線大到正五線大 zn平方括號beta 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1啊 這沒有講到 這裡 這只等於1 所以呢 也就等於2分之1ac平方 就是這個值 ok 這是它的功率 對1歐姆的功率是這樣 2分之1ac平方 ok 再來呢 就是要怎麼估計它的平方 怎麼估計它的平方 ok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情況 那你們先看這個它的 這個畫出來的這個負列轉換的圖 這是平譜 平譜 那麼這只是舉一個例子 那beta等於1 還有beta等於2 還有beta等於5 有這三種情況來跟我們來看一下 看它的平譜的變化會怎麼樣 當然不同的beta的平譜一定長不一樣 因為beta beta越小 那個像就會越小 對不對 beta越大 因為beta小到很多像 超過2就變0了 就已經幾乎等於0了 就不見了 沒有了 那beta越大的話 當然會存活的越多 會變寬頻了 ok 那我們來看這個地方有條件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fm的平譜 那它的這個 這只畫右邊而已 只畫右邊 那這要注意的條件說 這個sisoid modulation sisoid modulation 就是指我們的這個 輸入訊號 我們的訊號呢 是這個 那是m 我用的這個m呢 就是等於am cos2π 是指這個意思 指這個意思 那這個呢 sisoid modulation 它的頻率固定 但是它的政府是改變的 這個圖畫出來是根據什麼畫出來的呢 頻率是固定的 這fm呢 它是固定的 這個只是固定 那這個政府呢 是改變的 我們來看一下呢 第一個情況是 β等於1.0 這個β記得它的定義嗎 β等於delta f 比上fm 那delta f 是跟a沒有關的 delta f呢 等於kf a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是固定的 現在這個圖呢 這個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去調這個東西 去調 那 我們來看這個 畫出來這個圖呢 這變它等於1 這說是 這兩個的比值是1 分子分母比起來是1比1 再過來是2.0 那就是 把這5條變2倍 所以變2比1 所以變2比1 它撈一個2 再做一個情況是什麼呢 5倍 就是說這個 這個分子是分母的5倍 那當然就是 我們政府把它調5倍 變 本來是1比1的時候 當中1倍好了 那快變成2比1嘛 所以就變成 調高了越來越來越來越2倍 再最後變成5越來越5倍 那這三種情況畫出來的 這個皮膚呢 就是這個樣子 OK 那你來看一下呢 這邊有一個2ΔF 有沒有 2ΔF 這代表說 它的頻率呢 頻率呢 頻率呢 主要集中在兩個ΔF這個區域 這邊到這邊是兩個ΔF 它現在是1比1 1比1的時候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喔 這個 看看這個圖 它現在就是 比如大概這樣子 那這個是FC 那這個是FC加F 這個呢 是FC加兩個F 對不對 OK 那這個是 F C-F 兩個ΔF 那這裡因為 因為β等於ΔF 比上Fm 等於1 所以一個ΔF呢 就等於一個Fm 對不對 第一種情況 β等於1 所以這個地方呢 是兩個Fm 以後是兩個ΔF 對不對 是這樣子 OK 這是第一種情況 這是第一種情況 OK 這個就插掉了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是 β等於2 所以代表一個ΔF呢 等於兩個Fm OK 好 好 這畫出來的P譜呢 大概會稍微多一點 這只是 大類的大類 因為 這個實際上這個 畫出來看那個 那個 如果是β等於2.0的話 這個 這個 所以你要參考那個 背中方形來畫 大類是這樣子 OK 那這個地方就是Fc 那這個地方是 Fc 加Fm 這裡是Fc 加兩個Fm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是這樣子 這個是Fc 減去 減去Fm 這個是Fc 減去兩個Fm ΔF 對不對 對不對 這邊到這邊 因為它認為這邊已經很小了 大概幾乎可以忽略 但是還是有 只是說看起來可以 不考慮好像也還好 所以這邊有一些比較小的 好 那 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我們如果現在 β等於5的話 現在β等於5的話 那這樣會更大 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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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等於5的話 就代表ΔF 等於5個Fm 那這個時候 當然這個圖呢 會更遠 後面還會有 會發現這個地方距離 可能到10個Fm 那就是 這個10個Fm 也就是等於5個 兩個ΔF 對不對 因為一個ΔF等於5個Fm 這個地方你去調AM 我們現在在做兩個實驗 一個是調AM 然後調大 然後去看它的頻譜的分佈 那做兩個實驗 另外一個在下面這個實驗 因為你的信號 輸入信號是這個 所以你能夠調的東西就兩個 一個是正伏 一個是什麼 頻率 是不是 對不對 你去調這兩項參數 然後去觀察它的頻譜的變化 會怎麼樣 看清楚嗎 那現在第一個實驗就是 這個固定 調這個 就調這一項 那我們發現 它的頻譜呢 發現它的頻譜是跟兩個ΔF有關係 對不對 都兩倍的ΔF 只是在不同的β的情況下 一個ΔF 第一種情況是ΔF等於Fm 第二個情況是ΔF 第二個情況是ΔF 一個ΔF等於兩個Fm 第二個第三種情況是ΔF等於5的時候 是一個ΔF等於5倍的Fm 但是總而言是不管怎麼樣 它通通都是跟2倍的ΔF有關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好 第一種Case 我們再看第二種Case 第二種Case 第二種Case的話呢 就是 這個不動 固定 這個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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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這時候是變動這個 上面不動 上面不動 OK 這樣量出來呢 當β等1的時候 它的頻譜是這個樣子 頻譜是這樣子 然後 β等於1 那這個地方就是兩個ΔF 其實是兩個Fm 是一樣的意思 對不對 喔 這一點是FC 喔 這是β等於1的時候 在β等於2的時候呢 看一下齁 就說這個 第二種F呢 等於2倍的Fm 那這個DNF是不動的 因為這個上面是固定的 喔是固定的 可以 OK OK FnF等於2 所以一個ΔF等於2Fm 所以一個ΔF等於2Fm 所以變成說在兩個DF或是任何一個DF裡面 它就包含了每個DF就等於兩倍的Fm 所以Fm的Side Frequency是往2DF裡面集中 比如說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DF是固定的 這個紙是固定的 所以DF永遠不會變的 對不對 不會變了 跟我們前面那個情況不一樣 前面上面那個實驗室這個會變 會越來越大 從1、2變5倍對不對 這個呢 這個都沒有動 這個固定 但是這個呢 調整這個 調整這個意思是說這個Fm在變小 在變小當中 因為你β等於1的時候 那就是KfA等於Fm 對不對 當β等於2的時候 KfA等於2倍Fm 對不對 但是這是固定的值 固定的值 就是2倍的ΔF 而且就是在這個區域 不管你的這個頻率怎麼調 你會發現呢 這個信號呢 它的頻率呢 就是固定2個ΔF在這個區域 只是裡面變更多 跟Fm有關的那個 所以我們整個來看這兩個情況來看 不管就是說 第一種就是說 這個頻率固定 但是呢 政府調整政府 讓政府變化 或是第二種情況 政府固定 調整這個頻率 那你可以發現呢 這個頻率呢 大部分集中在哪裡呢 就在兩個ΔF的範圍內 旁邊當然還有一點 這邊也都一樣 不在兩個ΔF 所以說主要是在兩個ΔF的這個範圍之內 旁邊當然還有一點小的 所以呢 根據這樣的一個觀察呢 那它的Bandwidth呢 大概接近一個2倍ΔF 那但是呢 因為旁邊還有一些小的 所以比較保險的做法就是 就是叫做Carson's Rule 這個Carson定出來的一個規則 就根據我們這樣觀察 根據這樣的一個 不是用數學的那種導出來的 而是用一種觀察的方式得到的 那這邊就發現說 它的頻寬大概等於兩個ΔF 加兩個ΔF 這兩個ΔF加兩個ΔF OK 所以兩個ΔF 挖好一下ΔF OK OK 這叫Carson's Rule 這樣了解嗎 它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 透過這樣的實驗去判斷說 它的頻寬大概多大 大概就是根據經驗法則 就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這是一種 就是說 你先算出ΔF 再這個ΔF那會給你了 你就可以算出它的頻寬大概 這是近視值 大概就這樣算出來 兩倍ΔF加兩個ΔF 叫Carson's Rule 這很簡單 那另外一種方法是用ΔF2.2 這個ΔF2.2 我等一下會講 我等一下會講 這等一下再講 我們現在把這個Carson's Rule 先這個講完 Carson's Rule 理論上它的頻寬應該是無限大的 因為呢 為什麼說它無限大 因為你可以告訴我 所以這可不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頻寬是無限寬的 你們可以告訴我 因為N是無限多 對不對 無限多代表怎樣呢 代表這個 這個的分布是無限多的 對不對 往左往右跑 但是剛剛已經告訴你 剛剛N超過一個值 這個值幾乎已經確定0了 有沒有 這個值就接近0 所以其實N 在某些N那個像之後 那個 事實上那個 它的那個強度已經變 Gu等於0了 所以事實上也不會到無限大 只是說 理論上是有到無限大 那包含無限多的 這個Sight Frequencies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Sight Frequencies 它大於FC加兩個ΔF 或是FC- 小於FC-ΔF 就是說 在這個範圍以外的 其實很快就降到0 你看這個 其實很快就降到0 這邊都降到 快變沒有了 接近0 就是說 不管是大於FC-ΔF 或是FC-ΔF 它降得非常快 接近0 很快就接近0 然後它的 所以它的Bandwidth 事實上都會超過 這個兩個ΔF 但是實際上 但這個量也是不多 是有限的 而且另外的情況就是說 當β不大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 這個Bandwidth 其實接近兩個Fm 那從這樣的一些 綜合這些 觀察 判斷出來 得到這樣一個結果 OK 也就是說理論上 你注意說 在寬頻的β很大的時候 其實是這項 考慮這項 這項為主 當寬頻的時候 其實是考慮這項 這項就佔大部分 懂我意思嗎 兩個是倒過來的 當β很大的時候 其實這項是佔大部分 這項佔很少的部分 當β很小的時候 其實這項就很小 這項就比較大 就考慮這項為主 就因為這些原因 所以有這個Colus的路 可以給你們計算它的平方 來使用 OK 好 那剩下是插錶的部分 這個我們就下次再講 這個其實也很簡單 好 那今天先上到這個地方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